由花莲县客家爱乐协会所承办的花东多元音乐扶植计划 109年花莲县音乐工作坊及歌谣传唱班 目前课程进行到中后阶段 其中歌谣传唱班公开设有四种语言的班别 包括了闽南、客家、原住民泰鲁阁族 还有新住民的歌谣班 目前各班学员为了成果发表在积极练唱准备 希望在联合成果发表会可以有杰出表现 从8月份起花莲县客家文化会馆 每周二的晚间都有月儿的客家歌声飘扬 由花莲县客家爱乐协会承办的109年 花莲县音乐工作坊其中歌谣传唱课语班 在许诗慧老师的指导下 学员们从一开始学习唱客家歌曲到可以跟上节拍 每一堂课都觉得收获满满 许诗慧表示课程的目的就是快乐学习 但是这一次我特别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采用了传统歌曲的部分的教学 因为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不一样的擅长的地方 那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偏长 所以有些东西有新有旧 然后有老有新 所以其实我们设定的目标其实很简单 只是希望他们很快乐的学习 但是除了快乐之外当然我们要求品质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是说能够用串联一种老新的歌曲 旧的歌曲跟新的歌曲的一个串联 很开心快乐 因为来这里大家老师教得很好 我们就很真正的学习 学习了我们就很快快乐的唱出来 唱客家歌很快乐 然后我们老师 徐老师很会教 我很喜欢他教学方法 我学的很多 那个妹妹咖咖 学的很多 而将镜头转到白天的秀林乡崇德村 这一次的歌谣传唱原住民班 是以太鲁阁族语为主 并且由简仁志担任指导老师 在选曲上都是传统太鲁阁族鼓调 学员们表示 编唱时会想起以前的生活 那是以前我们老人家做的嘛 教会我们这样不会忘记了 以前老人家就是这样子 我们女孩子用这样 男孩子呢 他们是在后面 这样 这样子 要背山腹啦 上腰 用在后面 这样 上这个课 感觉怎么样 很高兴啊 很高兴 歌曲的玄境 它其实最主要就是 描述说我们原住民的一些 习性 生活的一些习性 那虽然我们 我们在呈现的方式 可以用一些肢体的方式去呈现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欣赏到说 哦 原来我们 比方说原住民早期去山上打猎啊 或者是女生啊 要会支部 花东多元音乐扶植计划歌谣传唱班 目前课程进行到了中后阶段 原住民歌谣班将在10月3号举行成果展 而客家歌谣班就是定于10月16号 学员们都希望在成果发表会上 能够拿出好的表现带给大家美好的音乐饗宴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秀林香的采访报道